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女团TWICE 以迷你第11张专辑的主打歌 Send Me Free回归了 而这张专辑在正式发行之前 就突破了170万张的销售量 成为TWICE出道之机 预售销售量最高的专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TWICE新曲Send Me Free 航母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歌曲太喜欢了 可以轻松的听 MP的风格也很好 再次感觉到TWICE真的好漂亮 MP拍得也很好 没能进入排行所以没有期待 结果比想象的还不好 我觉得歌曲不错 只是RAID部分不怎么样 我对他们有好感 我觉得歌曲很时尚很成熟 尤其是前半段机有的部分 有很强烈的感觉 觉得很普通 没有什么印象也不会洗脑 TWICE一定要开朗的歌曲 这种音色低沉的歌很不相配 我觉得歌曲很好啊 在海外一定会有人气的 你们什么时候说过TWICE的歌好听吗 有要恭喜的事情也不恭喜 只是一昧的魔黑 还说什么听了歌曲什么的废话 歌曲感觉开始只针对海外了 在国内音源排行也是无力 大众们感觉听得也不多 虽然是要集中专辑跟海外巡回的年次 但是希望也能发表跟之前一样的 那种有大众性的歌 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听的 对于TWICE的新曲 Send Me Free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因为酒家争议被起诉的演员金泽隆 在一审被判了罚款2000万韩币 而庭审中自称生活经济情况困难的金泽隆 因被爆料聘起了六位顶级律师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爆料金泽隆在酒家事发后 委托了两所在韩五排名前十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 一共聘请了六位律师作为法律代理人 其中还包括了前任部长检察官出身的律师 而媒体表示 刑事案件的委托费用一般是500万起 这次的事件舆论很受关注 再加上是艺人 有着需要承担各种风险的负担 委托费用也会在1000万以上 也因为金泽隆之前在综艺节目中 有公开过20多亿的房子 还有多辆商议的车 再加上这次的顶级律师 所以韩网的反应非常不好 有人相信他的话了吗 早就知道会这样 一开口就说谎 使用生活经济情况困难 就已经是欺骗民众们了 真正困难的人看了真的会愤怒的 难道是不知道 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用是多少吗 跟一般小上班族的年薪一样 还敢说生活困难 真正困难的话 应该会请国选律师吧 真的是可笑的狡辩 对于金泽隆拼起6位顶级律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从1代到4代 有非常多的爱豆组合在SM出道了 但是目前为止 只有6位组合出身的爱豆 发表过正规专辑 都是哪6位呢 SHINY TAMMY SHINY JUNGHION SHINY KEE SHINY KEE SHINY KEE SUPERJNOR YESON SHINY KEE SHINY K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